阿联阔夫带着七百来人的队伍到了迪化后,被杨增兴安置在迪化南梁的大营盘赞助,也就是在今天新疆大学一带。 为了表示欢迎,杨增兴对阿联阔夫进行宴请,以尽地主之意。 而阿联阔夫随后也在他的驻地回请杨增兴。 宴请杨增兴前,阿联阔夫还专门搞了个阅兵式,说起来算是诸姓, 事实上也是展现自己的实力。 阿联阔夫的手下大都是哥萨克人,这个哥萨克人并不是一个什么单独的民族, 事实上都是斯拉夫人,主要是公元15到16世纪, 部分俄罗斯、乌克兰的土匪、罪犯以及贫民、抛离故土形成的一个群落。 这些人的特点是不愿意受拘束、性格彪悍、十分善悟。 除了狱猎之外,最擅长的工作就是劫掠商旅、洗劫城镇什么的, 因而能争善战、桀骜不逊、战斗志超嗨, 有点类似于古希腊的斯巴达人。 哥萨克这个名字,实际上和哈萨克是一个词, 都有自由人、叛离者的意思。 因为哥萨克人的这个特点, 所以后来沙俄在对外疯狂扩张时期, 就是用哥萨克人充当先锋, 成为当时沙俄扩张的重要力量。 当然,俄国内战时期, 哥萨克人也一样, 有的当了红军, 有的当了白军。 关于这一点,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 静静的顿和, 描述的最为详细, 也最为经典。 肖洛霍夫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至于现在, 哥萨克也并不被当作一个民族。 目前在俄罗斯, 大约有七百万人, 自称是哥萨克人。 当时阿联库夫的哥萨克骑兵, 自然是威风凛凛, 训练有素的虎狼之师。 阅兵时是口呼万岁, 奔腾而过, 气势逼人。 杨曾欣虽然不露声色, 但心里面不免还是大吃一惊, 这样一支穷途陌路的部队, 却还是如此身微不减, 杀气腾腾, 如不妥善解决, 终未心腹大患。 阿联库夫到达迪化后, 是耀武扬威, 根本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是不断地在迪化勒索扼伤, 要求提供现金、服装, 也不断地向杨曾欣要良想。 而阿联库夫手下的军官, 更是公开声称, 将劫掠杨商, 占领省城。 一时间搞得敌话, 使人心惶惶。 更为离谱的是, 阿联库夫跑到杨曾欣那里, 说要杨曾欣帮他追索一笔巨款。 他追索什么巨款呢? 原来是沙俄的塔城领事馆里, 有一笔军饷, 而这笔军饷被八旗赤领走了。 所以, 阿联库夫觉得自己吃了亏, 这笔钱应该给他, 所以就要求杨曾欣把这笔钱给他追回来。 这真的是莫名其妙, 塔城领事馆的钱被八旗赤领走了, 关新疆省政府什么事呢? 这笔钱没有经过新疆省政府的手啊, 也没给新疆省政府, 就算要, 也应该问塔城领事馆或者八旗赤药啊。 我们从各种资料看, 好像那个八旗赤的人员不怎么地, 不仅和阿联库夫尿不到一个狐狸, 就是他手下的军官也有几次差点把他推翻了, 但是你们不合, 你钱没拿上, 这跟新疆省政府有毛的关系啊。 阿联库夫给杨曾欣写信, 基本就是耍无赖, 信里主要就是说, 我们现在没有军饷, 快过不下去了, 如果这笔钱你要不回来, 那我也不当这支部队的头领啊, 他们愿意干啥, 我也没办法, 到时候闹事了也别找我, 有本事你就把他们都收编了吧。 实际上, 阿联库夫就是勒索新疆省政府, 完全一副无赖嘴脸。 杨曾欣一面, 立即派人警告阿联库夫, 中国政府对你们是仁义尽致了, 你那什么巨款跟我们没关系, 一面暗中补防, 做好对阿联库夫部的防备工作。 杨曾欣原本想将阿联库夫放到底话, 就紧看管, 阿联库夫应该有所收敛, 现在既然如此, 就必须要解决掉阿联库夫部。 于是, 杨曾欣便对阿联库夫说, 你不是要良想吗? 但是省城也缺良, 你不是要恢复沙皇俄国的荣光吗? 那我倒有个建议, 有一个地方, 既不缺良, 也便与你训练军队, 又处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上, 去哪儿都方便。 这就是古城子金棋台, 你带着你的布下去古城子, 粮草我自然给你保障, 相信你会满意的。 那么棋台真的像杨曾欣说得这么好吗? 杨曾欣是不是在骗他呢? 还真不是。 所谓古城子, 又被称为老棋台, 和今天的棋台县城还有点距离, 清代的时候, 古城子为北疆贸易重镇和商品集散地, 颇为繁华, 因为古城子刚好是在交通要道上, 往东北到归化, 紧呼和浩特, 往北到科不多, 往东哈密, 往西到迪化等地都要经过。 所以有五路要冲之棋台的说法, 金锦商人纷纷在此开战设好, 一时间商国云集, 各省会馆和同乡会打五十多个, 被誉为汉码头, 金锦台, 是位新疆商务的中枢, 禅室之盛为变赛第一。 1920年之后, 因为商道变迁, 古城子才逐渐没落。 而当时, 古城子还的确是一个繁华的地方。 那么杨曾欣, 为什么又要让阿联阔夫 去古城子这么一个地方呢? 杨曾欣的考虑是, 古城这个地方成员兼顾, 先将阿联阔夫安置在古城城外, 然后再想办法将其分批送到北京, 待俄国国内局势尘埃落定后, 或从东北遣返回国, 或在中国自谋生路, 你这几百人到了北京, 自然就跟一滴水进了大海一样, 翻不了什么风浪了。 阿联阔夫呢, 一开始并不愿意离开迪华去古城子, 但是看到杨曾欣严真以待, 恰好当时又有杨曾欣向中央政府所要的大批军火运抵迪华, 所以有点心虚。 而在敌化的日本人, 觉得阿联阔夫是奇祸可居, 不断地怂恿阿联阔夫反攻苏俄, 许诺日本将予以帮助。 同时, 日本调查员呈田哲航, 告知阿联阔夫, 谢米诺夫将军, 已经在外蒙古攻占了库仑, 紧乌兰巴托, 成了当地的实际执掌者。 看看外蒙, 再看看新疆, 万幸新疆有杨曾欣。 所以, 成田哲航劝阿联阔夫前往古城子, 通过古城子去外蒙和谢米诺夫会合, 因为古城子挨着蒙古的科不多, 然后日本将派兵和谢米诺夫, 阿联阔夫一同进攻西伯利亚。 这个谢米诺夫也是个哥萨克人, 为白俄的中将, 俄国内战一爆发, 他便宣布和苏维埃政权开战, 而他刚一宣战, 日本驻满洲军参谋部就找到了他, 表示愿意支持他。 所以后来他在日本人的帮助下, 导过了不少事情出来, 建立了外北加尔临时政府, 攻占了海参白, 乃至霸占了外蒙纳等等, 甚至还宣布成立了一个, 包括中国内蒙古在内的大蒙古国。 日本人是全力支持, 要啥给啥, 派部队, 派军舰。 反正日本人在这些事上都特别起劲, 操心得不得了。 这个谢米诺夫, 最后在被苏俄红军击败后逃到了日本, 一直充当日本间谍, 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战败, 苏联才把他从日本抓回来。 苏联也是一直没忘了他, 于1946年被施以绞刑处决。 阿联库夫当下觉得成田哲汉的建议不错, 于是决定东一到古城, 先攻占古城, 而后北上科不多, 攻占阿勒泰。 鲍尔汉在《新疆五十年》里说, 杨曾欣在此后若干年里, 每当谈到白俄窜心的往事, 都会情不自禁地说, 新疆没有被日本人摧残, 真算侥幸啊。 但是杨曾欣既然敢把阿联库夫放到古城子, 自然你想到的, 杨曾欣也早想到了, 一方面密令古城守将张明远严密防守, 一面调兵卡死古城子, 通往科不多的道路, 一个俄国人都不能放过去。 而阿联库夫呢, 则一面在古城子的东门外, 修住杀墙等攻势, 修了一仗多高, 直接横在东门外的大道上。 一面派人前往塔城联络那里的白俄同时启示, 说是共同组建一个什么血手团, 不过人一去塔城, 就被张建抓了起来。 阿联库夫还派了他手下的一个华人齐海山 进入古城子侦察军情, 也被张明远抓获。 一审,齐海山就全招了, 说是阿联库夫计划攻占古城子后, 由科不多进入外盟, 占据科不多。 而与此同时, 杨曾欣安排的眼线报告, 阿联库夫的营地中忽然出现大量武器, 经过侦察得知, 这些武器是他们进入中国前埋在边境线上的, 现在派人走深山小路, 咒服夜出, 秘密取回。 到了1921年1月6日下午1点, 阿联库夫终于图穷笔线, 架起两艇机枪, 攻打古城子东门。 张明远赶紧组织防御, 双方对射到了第二天下午, 结果总共打死了三个人, 古城子这边是被打死了两个老百姓, 而白鹅那边打死了一个鹅军。 反正我们也搞不清这个仗是怎么打的, 大家打了都24小时了, 光弹药也得至少耗掉好几百斤吧, 只打死了三个人, 其中两个还是无辜的围观群众。 之所以如此, 应该一是张明远早就准备充分, 所以无意伤亡。 二是, 阿联库夫部还是有所顾忌, 没有死命的攻打。 杨曾鑫接到张明远的报告后, 赶紧组织部署, 一方面致点阿联库夫谴责其行径, 一方面调兵遣将, 从镇西、金巴里昆、哈密、 狄华等地派遣输赢部队前往古城, 同时派自己的心腹爱将蒋松林旅长率部, 携带炮队, 前往古城子调度所有军队。 杨曾鑫电令古城子守将张明远, 在大军未到之前, 各城门一律关闭, 取守室, 不取攻势, 四省城援兵盗鼓, 再行设法袭击, 或勒令解除武装。 杨曾鑫同时告知蒋松林, 去了古城子, 先命令阿连阔腹部缴械, 清剿所有武器, 如果这次他拒绝缴械, 那就将阿连阔腹部全部杀死, 一个不留。 经过杨曾鑫的部署, 到了一月底, 古城子已被各路人马死死包围, 炮队, 骑兵俱全, 外围的各个要爱也都安排了重兵把守, 兵力上是压倒性的优势, 而阿连阔腹部呢? 眼见着大军合围, 而且实质隆冬, 这古城子又没攻下来, 粮草, 燃料全无, 顿时军心涣散, 就算新疆的这些军队不开一枪, 再为几天, 不是饿死, 也得冻死。 这时候, 杨曾鑫派遣外交特派员张绍博, 和教育厅长刘文龙二人, 前往阿连阔夫营地, 游说阿连阔夫解除武器, 听从安治。 顺便说一下, 这个刘文龙后来在盛世财取得政权时, 被推出来做了新疆省临时主席, 但是随即被盛世财软禁11年, 一家老小不得离开家中半步, 直到盛世财下台才被放出。 经过张绍博和刘文龙的劝说, 阿连阔夫一看大势一去, 走投无路, 只得乖乖就范, 解除了武装。 但是他还是不老实, 偷偷将一批武器埋藏了起来。 当然, 后来这些被埋的武器, 又全都被杨曾鑫派人挖了出来。 这一次, 杨曾鑫对阿连阔夫是再不客气了, 告知蒋宗林、张明远, 解除阿连阔夫部的武装, 一次脚步干净, 就脚二次, 总之是这次彻底搞利索, 不留后患。 原本杨曾鑫还答应阿连阔夫, 可以流失杆枪和七把手枪作为防身。 现在, 你失信于中国呀, 所以别说枪了, 刀也都别留了。 对于武器, 阿连阔夫这回是真没什么戏场了, 唯一的请求是, 自己有两把沙皇尼古拉尔氏赏赐的妖刀, 能否留下? 既然是皇帝辞的, 那留下就留下吧。 所以, 张绍伯当时答应了阿连阔夫这一请求。 这样就到了开春, 经过和甘肃政府反复交涉, 阿连阔夫部一部分被留在七台就地消化, 一部分则以三十人为一批, 由新疆军队压着, 全部移交给了甘肃政府, 送到了敦煌, 而甘肃那时候也正乱着呢, 一方面刚刚发生完所谓武马曲张运动, 原都军张广建黯然离职, 一方面还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在民无数, 据甘肃省制记载, 民国九年, 1920年, 12月16日18时30分起, 甘肃58县发生里市8.5级的强烈地震, 波及13个省区, 面积达170万平方公里, 阵中在北纬36度, 东京105度的海源, 固原一带, 金属宁夏, 烈度为12度, 急震区还包括静宁, 静远, 惠宁, 通卫, 平梁等县, 共死亡23万余人, 生处死亡, 房屋倒塌惨重, 百万灾民流离失所, 灾后瘟疫流行, 灾民被冻饿, 一击而亡者甚多, 灾区与省会兰州之间的交通, 信息中断, 而所谓的无马去章的直接原因是直挽战争, 所谓直挽战争, 简单地说就是在袁世凯死前, 权力分别交于两员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章, 而两人各自便形成了晚系, 安徽系和直系河北汉京津, 于是袁世凯死后, 北洋立即分裂, 以段祺瑞为首的晚系和以曹昆, 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于1920年7月开打, 凤系东北的张作霖也支持直系加入混战, 最终晚系失败, 直系曹昆就任总统, 晚系战败后, 各省地方军阀纷纷驱逐晚系都军, 提出诸如乡人之乡, 穿人治穿, 甘人治甘等口号, 而甘肃渡君张广建就是安徽人, 晚系, 所以西北回族诸马也闻风而动, 驱逐甘肃渡君张广建, 最终导致了张广建的离职, 其实, 吴马反对晚系还有一个深层原因, 就是晚系和日本人走得很近, 而日本人对西北有始终兴趣浓厚, 所以, 吴马对晚系是高度警惕, 而吴马则为马福祥, 马齐, 马亭香, 马林和马鸿兵, 这些人就是后来的西北马家军首领, 熊把甘, 宁, 清, 战斗之鲍表, 而后来将心将搅得天翻地覆的马仲英, 就是马齐弟弟的儿子, 也正因为当时甘肃这么个乱劲, 或者说全国当时都乱得找不着北呢, 因此, 甘肃地方政府一是根本顾不上认真安置这些遣送过来的白鹅, 二是也担心这些白鹅进了敦煌县城, 影响治安, 所以就把这批白鹅全部安排到了去敦煌县城武势里的墨高窟中, 这样, 墨高窟变成了白军残部的收容所, 而这些白鹅在墨高窟住了大约五个月, 现在去墨高窟,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佛像被损坏, 一些壁画则被烟熏的已经黑成了一片, 在著名的鹿王本身壁画,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九色鹿壁画前, 就可以看到有一片已经被烟熏的看不出来图案, 令人痛惜, 据说, 这就是当年收容在这的白鹅做饭, 将这里熏黑毁坏的, 当年白鹅在墨高窟, 估计一方面无聊, 一方面也缺少生活补给, 所以不仅毁坏佛像, 壁画, 而且将洞窟和门窗, 牌匾全都拆下来, 劈成了柴盒, 在洞窟内生活作范, 反正白鹅也不懂这些都是什么玩意, 也不是人家的宗教, 第二更不是人家的东西, 所以对大量医塑断手遭墓, 挖兴逃富, 对壁画则胡乱涂抹, 乱壳乱描, 可算是墨高窟的一大劫难, 后来, 这批白鹅或被遣送回国, 或在中国落机谋生, 就此解决了。